我们看幕后这一段 又密集历四经 密集金刚历四 这里头经文这么说法 如来至深 成钩锁体 犹如金刚 肯然坚决不可破坏 这个钩锁 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一样 非常 迷的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是什么 变发接续空间 看不见的 听不到的 真的是一个网络 传播信息 太快了 我们看这个还原观上 讲的三种周变 那就这个意思 念头才起 周变发接 这个念头 就是讲的 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 那一念 立刻周变发接 包括自信 自信虽然什么都不是 他能接受 他是一切法的本体 众生有感 众生发出这个枕洞 这个念头的时候 这是叫感 长激光有印 长激光是自信的本体 他有印 所以他不是不起作用 活的 他不是死的 由此可知 整个宇宙 是一个有机体 这个我们要认识 不但他能收 他马上就有反应 他这个反应就是 变幻无穷 还原观上的话 叫畜生无尽 后面这一句话 很重要 寒荣空有 寒荣空有 是告诉我们的 诸佛菩萨的行量 寒是包寒 包寒虚空 荣是荣哪 包荣 包荣万有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佛门常常 心包太虚 亮周沙界 心包太虚 是寒空 亮周沙界 是荣有 这是我们的真心 这是我们的本性 祝佛与法身菩萨 都是这么大的行量 所以他能包容 我们学佛提升到这个境界 你就发习充满了 你真有享受 一天到晚 笑眯眯的 长生欢喜心 别的人 找你麻烦的 回报你的 侮辱你的 陷害你的 一笑了之 为什么呢 假的 他能伤害你吗 伤害你的身体 伤害不了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是 精高闹诺延伸 没有办法伤害的 那么如果这些 毁谤 侮辱 陷害 给主说 好事 不是坏事 对待这些人 还要生感恩的心 他消我业障 我们在六道里头 无世界来 你是造多少 我业 这业障 怎么消除呢 他们这些人 用这个方法 对我 我恭恭敬敬的 阿弥陀佛 完全接受 业障就消除了 如果我要不接受 好了 这个业障就对立了 越接越深 深深失失 没完没了 那就错了 那学佛就不学了 那我这样原谅他 包容他 不是便宜了他吗 是的 我们是便宜了 可是他自己 他造的物业的时候 他有业报 如果你要看到 他业报的时候 你就想 你会生怜悯心 他太可怜了 那是什么 他自作自受 谁都不能帮助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帮不了他了 他必须在地狱里面 把罪受满 就像犯罪了 犯罪他也受刑罚了 行刑满了他出来 佛才能帮助他 这个 这个很可怕了 非常可怕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非常有道理 害人就是害自己 你能害别人 我常常讲 你害人 人家顶多只受三分 你自己要受七分 你如果真懂得 事实真相 你肯害人吗 不会再干这个傻死了 这真的想 愚痴到极处 可是今天世界上这种人 有没有呢 有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古圣先行的教育 丢掉两百年了 前一百年 疏忽 有人讲 没有人做 所以国运都摔了 那满清亡国 那这一百年呢 不但没人做 讲的人都没有了 听都听不到了 又是多可怕呢 所以才有这么多灾难发生 我来说 我来说 感谢观看